NBA球星賈奈特 那麼今天訪台特地出席了NBA旗艦店的開幕儀式 過去在球場當中 他叱咋風雲也入選了籃球名人堂 今晚現在是屬於退居幕後的階段 我會問到了NBA的新球季開打 什麼感想 他依舊慢懷期待 十日NBA狼王賈奈特八號訪台 擔任NBA實體旗艦店的開幕剪載嘉賓 現場擠滿了觀眾 都是為了一睹NBA前球星的風采 2020年入選籃球名人堂的賈奈特 1995年以首輪第五順位加盟輝廊 曾經15度入選全明星賽 9度進入年度最佳陣容 12次獲選年度最佳防守陣容 南瓜四屆籃板王 同時也是2008年最佳防守球員 在NBA戰場戰功標柄 對於新賽季即將開打 他說自己充滿期待 在2016年宣布退休的賈奈特 過去曾兩度受品牌邀請來台 這次是第三度造訪寶島 退休後的生活賈奈特說 自己非常樂意把球技傳授給下一代 我愛教育 我愛在旁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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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認為這次是時候 讓這些年輕人 讓他們的光彈 賈奈特現場也跟安康國中籃球隊進行互動遊戲 比賽投籃機 球迷也在旁邊用手機錄影 近距離捕捉球星的風采 賈奈特訪台掀起NBA旋風 記者綜合報導